三年多前,泰国北壁府的老虎庙被爆出虐虎、杀虎、走私、勾结、敛财、诈骗、愚众等一系列恶行。 老虎庙的丑闻被曝光之后,泰国政府部门从庙中解救出了近150头老虎,并将它们转移到动物繁殖中心饲养。 近日有泰国媒体报道称,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,这些老虎中有超过一半因为近期繁殖造成的免疫系统受损,已经死亡。 据泰国国家公园及动植物保护厅的管理人员介绍,当初被解救时,这些老虎就已经表现出一倍犬闷热病毒感染的症状,而造成它们免疫力低下的原因则是近亲繁殖。 泰国国家公园及动植物保护厅方面并没有给出死亡老虎的具体数字,但据泰国媒体报道,有超过一半的被救老虎已经死亡。 距离曼谷大约三个小时车程的老虎庙,本名帕朗塔布寺,以收养老虎闻名,曾经是当地的有名景点。 游客支付不同金额,可以在僧人的看护下与老虎合影,同老虎散步,替老虎洗澡等。 由于泰国人向来把人与自然,人与其他生命的和谐相处视作骄傲,老虎庙一度靠所谓的慈悲心而声明确起。 然而,不断有动物保护组织指控该寺涉嫌进行非法野生动物交易,虐待动物,以及非法禁亲繁殖动物等。 虽然老虎庙拒绝承认这些指控,但随着调查的深入,新证据不断被挖掘出来。 2016年5月、6月,泰国国家公园及动植物保护厅与警方强势介入,进入老虎庙展开救护行动。 老虎庙的光环被打破,就此声名狼藉。